王主任 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来说 家庭环境里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菌的 手机上也有那么多的细菌啊 手机表面的细菌种类多达两千种 两千多种 对 四分之一人的手机 上面的细菌数量超过正常值的十倍 手机表面布满着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式菌 和流感病毒 我们每天去在手机上 用手指触碰 你的手指上已经沾染了 手机上这些病菌 我们要去揉眼睛 或者是拿一些食物 这样去吃 这样 这些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边 当你的抵抗力下降的时候 就会引起疾病 有些人可能说 我回家了 我都洗手了 我很想卫生习惯 洗完手之后 你有没有再去摸你的手机 那肯定是有的呀 对 所以我们很多人忽视这个 因为我是外科医生 我们接触每天很多手术的患者 我们对这些患者 我们都跟他讲 手机要每天消毒 因为手机上沾满了很多很多的细菌 当我们人体有伤口的时候 这些细菌就非常容易 引起这些伤口的感染 或者是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